就是这个概念 就是你把这个地区上面盖了一张之后 然后才变成了那个地区 地区是盖了一张 在政府登记了 这个你租赁了这么久 租赁了这么久 然后你才就是在任何时间 因为这个地区还是在开发商名下 你要跟他有个合同里面写名 就是说我在任何时候 都可以把这个地转换成永交产权 我可以过户到 但是这个过户的费用 你自己承担 大概有地区过户到 是有3.3%的税费 7岁 然后如果是注册 只是这个租赁登记的话 只有1.1% 就是这个概念 但你自己承担 这个一般来说 永交产权和那个租赁产权 大多的开发商市价格是一样的 就是它需要设价格 你要是买永交产权 也是这么多钱 你就买租赁产权 也是这么多钱 只不过是什么 租赁产权的话 那么你的七税就便宜一些 如果你是永交产权的话 那么你要付33% 3.3 如果你是租赁产权的话 只要付1.1% 这个钱开发商不会给你付的 那么你自己选 你自己愿意付哪个付哪一个 你愿意注册公司 你就注册公司 你不愿意注册公司 就不愿意注册公司 所以说对开发商是一样的 所以说安全性是一样的 安全性 你永交产权 什么问题 你卖的时候也不很方便 你如果是永交产权 你如果持有永交产权 你卖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你卖出的时候也不是很方便 你自己去想 这个是什么原因 因为你要找到那两个人去过户 如果你是开发商来 带你这个土地的话 带你这个土地的话 那么你下一次卖的话 你也是卖给别人的是一个租赁产权 别人也可以随时转成永交产权 也可以这样子 即使你卖给泰国人 泰国人它可以变成永交产权 假如说你是一个泰国人的话 假如说你是一个泰国人的话 你想这个问题没有 你买了这个房子 你买了这个房子之后呢 你如果你过户成永久产权的地皮 那么你下一次出去的时候呢 那么要么就你下一家买一家的话 要么就是接受你作为一个土地的代持人 要么就是什么 他自己再去注册一下公司 他必须要注册公司 对不对 他就没有选择了 或者说要你代持 要么就是他自己出这家公司来持有这个土地 如果你是租赁产权的话 反正大家都是在开发商那里代持土地 他来帮你持有土地 所以说你这个房子的流转性 它的流通性就好于永久产权的 它流通性好 因为你租赁产权的可以什么 很清楚的给外国人也好 给泰国人也好都可以 但是你永久产权的 你只是方便于卖给泰国人 你不方便于卖给外国人 所以说你的流通性 流动性 是吧 你的流动性 你的资产的流动性 就比起那个 租赁产权要差一些 所以说还对你来说是不利的 我不知道这个讲清楚了没有 这个道理 一个资产如果有所限制 那么它的价值就会什么 更低 如果它的限制比较少 它的价值是什么 就更高 好 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 谢谢